然后华盛顿州的一个官员叫 Jane Inslee 他宣布了就是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K12就是 中学都关闭 小学中学都关闭 就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关闭 并且是全州的 全州都关闭 然后以前这些学校只不过是在 King County,京县,PS County 和Snow Homish County这三个关闭 并且他说这个学校的closure要关闭 必须持续到至少4月24号 就是最早的可能的返校时间是4月27号 这会影响大概120万学生 然后这个Easley他还说了就是 原来我们禁止250个人机以上的聚会 这个要扩展到整个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